大家好 这里是原来是这样子频道 之前有一颗很漂亮的Messima 半年前开的 现在它又来花了 不过今年开的花非常不行 为什么呢 因为它长成很奇妙的样子 我们来看一下它 它现在长成这样子 都变形了 你看所有的花瓣啊 花鳄啊 什么都变形 只剩一个很漂亮的花鳄 好 那为什么会变这样子 之前开四朵花很漂亮 那现在只剩下很奇妙的一朵花 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因为我把它换环境了 我把它上版以后 换了一个环境给它 有时候这种兰花 你换环境的时候 或者是换状况的时候 它可能就会产生奇妙的现象 就是这个 这个就是换了环境以后 出来的第一朵花 不过这个呢 通常会在下一朵花 就会回复回来 所以就不用太担心 那基本上呢 它只剩下漂亮的唇瓣 上面都不见了 非常非常漂亮 它唇瓣是整个是红色的 很漂亮 这一颗其实是呈现一个淡粉红色的颜色 那其实在半年前它开了四朵 那现在呢 我把它换到另外一个环境里头来 简单说 它原本掉在外 从我把它移到进来一点点 因为这里比较可以顾病 它不会飘来飘去 它的光线会呈现一致的现象 因为这一排啊 全部都是加德利亚 这一片都是加德利亚蓝 那这一片的光线都是足够的 所以呢 其实它会朝向外成长 那它颜色 它的状况会比较漂亮 像这个都是卡多利亚 它的那个状况会比较漂亮 那基本上呢 这里的光线很足够 所以呢 一定会开花 像前面这一颗 这一颗是每年都开花的一颗 那个BRO什么什么那一颗 那上面这一颗呢 是小猪哥 它大概不太想开花 对因为小猪哥其实它有个特性 它不好开花的 非常不好开花 那一颗呢 我从来没见过花 基本上就继续种着 它也不来花 好那上面这个像是A什么什么系列的 ALO什么什么 AUR什么什么 这个 这边也长得不错 有没有 好那再高一点呢 上面有那个Cardolia Cardolia 也在最上层的地方 那像这个是Viasi 这个 这个其实是非常好重的品种 那 现在变得非常的便宜 以前我在买的时候 切芽的时候很贵 这颗芽切得很贵 那基本上呢 你看它的它的植株 我那时候切的是 两三芽吧 那你看现在第四芽来 第五芽来以后 它就变壮了 有没有 所以这个下一芽就会开花了 那这个环境是 光线比较强的环境 所以开花性都会保持的不错 假设你的Cardolia 不太开花 大部分就是你的光线不太够 所以基本上就是加强光线就对了 那Cardolia有一个好处 它不用太湿 所以它比较喜欢 它的环境呢 扇板其实是很OK的 因为它不用太湿的 那但是呢 扇板就会这样刺刺的 有人就不太喜欢 像我就比较喜欢这种扇板感 就是感觉它就长在 有原始感觉 就是一个拿下来就感觉 它有一个原始感 原始感 就是它的自然环境 应该长的样子 那很多人喜欢盆子 盆子第一个速度 长得比较快 第二个好整理 不用那么的复杂 那上板呢 它就会到处乱爬 但是因为Cardolia 爬得很慢 所以你也不用太担心 基本上它要长到满板 需要花很长的时间 因为它一年就是一牙到两牙 最多啦 所以呢 会非常非常的缓慢 那你像这个呢 这个小小的板 已经绑上去好几年了 基本上 你可以看它的 还没长满 就是这么小 这么小 那长不满 因为速度太慢了 一年就是一牙 你可以想像吗 一年就是一牙 就是这个 这个一牙 明年又长一牙 或今年又长一牙 那除非它有分牙 你像这个它已经分成两个 对不对 两个 表示它有两路 我们叫两路 就是两个牙点 那这时候左边会长一个 右边会长一个 所以它就可以加快一倍的速度 那基本上 通常都是走一牙 一牙的速度就是慢慢来 基本上走到满 可能要好几年的时间 你像上面那一个 上了板以后 到现在已经在第二年了 第二年 它才多三个牙出来而已 而且新的牙才变壮硕 对不对 所以它的新牙的下一牙 就会开花了 所以也要花个两三年左右的时间 你看根部都长满了 那时候来的时候 其实根部就是这个旧根 这个 这个根 你看根部都长满了 这个是旧根 我们要把它清掉 照理说可以清掉 那你看它新根长得非常的漂亮 我其实就是喜欢这种 根部攀在板子上的感觉 那加德利亚兰系列 都会有这种很漂亮的感觉 我觉得 所以我还蛮喜欢把它上板 那上板 因为它是立体空间 也可以调比较多 这是我觉得 那小猪哥呢 就不用太期望了 因为它不想开花就算了 基本上它就是慢慢的长 然后我还没有看过它的花 它非常难开花 这也是它的特性之一 大猪哥很好开 小猪哥遇到那种完全不开的也有 像我之前有朋友在花式卖蓝花的时候 他就有说它有一批小猪哥 他也只有看过一朵花 其他都没有看过 就基本上就不喜欢开 跟那个品系的原本有关系 好 那这个呢就今年第一朵花了 其实它半年前开了一次 所以呢 应该下一次就回来了 还是很漂亮 只是上面的花瓣都变形了 你看没有没有只有三个花瓣 照理说它应该要有三四个花瓣 下面两个 所以这个就整个变形掉了 不过它的红色还是很漂亮 你看这个是新的牙 所以理论上这边有带花袋 那过一阵子说不定 有机会再从这里来一个新的花 不过这个我就看不到它的花粉在哪里 应该变形了 就没有看到了 好 OK大概是这样子的 那有些人喜欢上板 有些人喜欢盆植 就看每个人的表现 像最近我把这个 最近我把这个 这个是台湾产的菲律宾红花 我把它盆植 那为什么要盆植 因为这个在我这边 它表示它需要湿度 它在我这边板植的状况 长得不是那么漂亮 所以我把它丢进来盆植看看 那这个就是把它挂在比较高的地方 所以它会比较干 比较不会浇到水 那基本上应该理论上 如果它比较喜欢水器的话 它刚好掉在水无极的上缘 然后这个又不会太干 应该照理说会表现得不错才对 不过这个要等它到时候 成长出来的状况 才会知道 那所以你喜欢板植 还是喜欢盆植 就看你啦 像我是统一素材为主 有些人呢 会 我有看过一种的做法 它是 把板植的上面包上 那个保鲜膜或塑胶袋 减少它水分散失 然后呢 配合盆植一起浇水 所以这也是一种做法 每个人都有那种变通的方式 其实还蛮有趣的 那 那个也可以 就是简单说 它这边浇上去的时候 它的水分可以保持 比较久一些些 可能保持在7天 或者是5天左右 那它可以一次浇水以后呢 保持在比较长时间 潮湿的状态 那像我这里 因为是全部都板植 所以呢 我的盆植反而要 呃 变成粗料 或是 把它放成一区 就这一区的浇水 要减少 比较不会造成 它根部整个坏死掉 基本上 蓝花会死掉 大部分除了得病之外 就是根部整个烂掉 这个比较常见到 浇水是一个学问 那 每个人都在摸索 养蓝花的人 都是这样子 东摸西摸 有些品种可能 平地不是那么好种植 就要摸一下它的环境 放在东跟放在西 有时候表现就是不一样 拿出来一点点 或拿进去一点点 它的结果就不太相同 那这个呢 只要换了环境 就有可能会产生 这样的现象 你看这个就是换了 环境下的结果 好 OK 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见咯 拜拜